之前Switch说要出新机型的时候 我当时预测了好几个名字 New Nintendo Switch Super Nintendo Switch Nintendo Switch Pro Nintendo Switch XL 没想到最终选择的名字是 Nintendo Switch OLED款式 真心觉得我之前写的名字会比较好 但是有可能任天堂自己觉得 他这个值提升一下屏幕什么的 就是配不上 Switch OLED公布时的新闻 大家应该都有看过 除了最大的屏幕改动之外 还有些其他的改动 都写在这个盒子的外面了 中间的显示器变成了一块 7英寸的OLED屏 机身存储 从原来的32GB扩展到了64GB Dock上终于新增了一个网线插口 还有就是那个小支架 变成了一个可以旋转的这种支架 还有就是扬声器 这个盒子上面没有说 扬声器据任天堂所说 也是有了提升的 这个我们之后可以来听听看 哦 还有一个是任天堂没有说的 就是它的价格 它的价格呢 相比之前涨了50美金 现在是2680港币 折合车人民币就是2230元 当然啊 为了赶第一批货 我这台呢 又是从黄牛手上买的 3500不要学习 好了 可以打开啦 好嘞 变得圆润了一些 好熟悉的开箱过程 我开机了 我刚开箱的时候笑了吗 我还真是太没有出息了 光从外观来看就真的还挺次时代的 我最喜欢的是这个Dock 整个变得圆润了很多 这是旧的 区别比较大的是背面和背面的里面 现在是整个盖子拿下来的 打开以后就可以看到 原来这个插各种接口的地方 去掉了一个USB接口 换成了一个网线接口 相比较原来的设计 现在就变得更认真了 就能够感觉到它是在认真做设计 它留了一个弧形的 又增加了一些设计感 这里就产生了一个疑问 新的Dock和旧的Dock 能不能互相代替呢 嗯 是可以互相替换的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机身 先看最直观的 当然就是屏幕的尺寸 刷一下就变大了 70寸的OLED屏 在这里还是差别非常大的 感觉上 这个屏占比算是比较让人满意的 Switch OLED的Joycon 是可以和老的互通的 也就是说我之前买的这些Joycon 大家都不用再换新的了 可以直接插上使用 不过呢 有一点要注意的 我们原来都认为这个屏幕变大 就是指机身不变的情况下 屏幕占比变大 但实际上OLED屏要比原版的要多个 我觉得有两毫米左右 也就是说 如果你有买一些壳子啊 或者什么需要比较精确的卡在机身上面的那些配件 比如这种 那现在可能就不能用了 不过如果你的配件只是外出鞋带 Switch时候用的那种盒子啊什么的 就插个一两毫米 其实问题也不大 你还是可以接着用的 两个新款的Joycon我非常喜欢 我觉得黑白配色就是很经典又很好看 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别 就是在背面 这个小小的支架 之前很多人说就很脆弱 然后又不稳对不对 现在它很贴心的给你升级了 变成了一个这么大的板 它有一个阻尼都可以立住在这个范围之内 好用啊是好用啊 但是我买了那么多块Switch回来 这个功能我真的是没有用过 你们用过吗 屏幕前的小伙伴们你们使用这个功能吗 还有一个拿到机器才可以感觉到的小变化 就原来我用Switch的时候 就多少会有感觉 这个连接的部分就会有一些轻微的晃动 就包括上下或者是前后都会晃动 但是Switch OLED拿到手里的话 这个地方还是感觉比较结实的 当然这个进步就是比较微妙 开箱之前说到的扬声器的提升 现在我们就可以来实际测试一下 正好我有一个游戏是买了两份的 先来试一下续航版Switch 好然后Switch OLED 你们听出什么差别了吗 刚刚两段声音都是在两台机器音量调到最大的情况下播放的 但是我感觉它们的最大音量就没有变化 也说Switch OLED的音量没有比原来变得更大 一定要说这个提升它的声音听起来是更加圆滑了一些 但跟之前宣传片里面给大家的预期比的话 可以说是差别不大 最后就是提升最大的屏幕 7英寸的OLED屏的提升这个肉眼可见变大了 而且色彩变得非常的艳利 哪怕是分辨率没有变 大屏幕还是有更好的观感的 而且色彩和对比度的提升非常的大 还有一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旧版Switch的屏幕 使用的时候会感觉在上面一层的屏幕表面 和下面一层的显示画面中间 还会有一层玻璃的感觉 这个呢就说明它不是贴合屏 而新版的OLED就没有这个问题 它是一个完全的贴合屏 就更当代一些吧 好了开箱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这一次主要就是我的 拿到手的第一时间的感受 一些第一眼的印象 毕竟这台主机到我手上 也不过两个小时左右 具体使用上的一些感悟啊 我还需要一点点时间再体验看看 比如第一台Switch 买OLED合不合适 外出使用和Lite比怎么样 自己升级贴合屏相比之下怎么样 如果你还有其他想要知道的问题 欢迎在评论区里面告诉我 我会把测试的结果 放在正式的评测视频里面 我都买黄牛架了 你还不留下一个三连吗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OLED和原版Switch的Joycon 可以互相兼容 所以正好用上 模派新出的Joycon 双子星机械手柄啦 模派双子星两边 方向键和功能按键 都用的是机械开关 手感清脆 键程段 省力 适合快速出发的频繁操作 而且有500万次的按键寿命 放心随便按 连接机身的滑轨也是原装原厂 5万次的拔插寿命 LR按键旁边还有能稳定机身的两个立柱 可以保护滑轨和屏幕 而且相比普通Joycon 最大的提升是握持手感 握把扎实 长时间游玩也不容易手酸 背后有Xbox手柄一样的点式纹路 还赠送了可以磁吸更换的面盖 摇杆延续了魔派二代的日本进口ALPS摇杆 红边城 震动调节 连发这些功能也都保留着 握把背面还有两个自定义按键 可以用来触发连发或者录制红 售价299 综合来说算是市面上功能比较丰富 性价比比较高的Joycon替代评啦